Now its just到きた毒海浮沉的时间 但为什么又浮沉了 Del party 因为最近又是一件好家的 有人们应用了ی物粒 有人要求我开箱 没有办法 唯有就塗产股票然后开箱 是的我又入了市 大家小心点 这个是什么呢 是吧 这是大大盒的AK-380 噢 这个就是380 好像很大 比240大 但又不是说认真重了很多 颜色多漂亮 颜色是一个 可不可以叫古铜色呢 还是青铜色呢 我都不懂分 但我觉得挺有趣的 拿一部240比较 大个240一个圈 然后屏幕又再大了 大家可以看看屏幕 然后我另外最喜欢 一定要开来看的就是 它的皮套 看看皮套这次是什么色 上次Blue Note那是蓝色 噢 这次是咖啡色 这次的感觉变了光面 我自己就带了个卡 当然我会 进到它旁边的槽子里 就用来试试我这首歌的 我找什么试试呢 都是我自己 比较喜欢暖声一点点的 Heaven 8 这个金色 很浮夸的 那听什么歌呢 不要听胡林啦 经常听胡林 听下其他 好不好 免得被人说 那今次呢 我又听回这个叫做 高山低谷 为什么我要听高山低谷呢 不是Semi那只 我听回林奕康那只 是因为呢 之前拍了一条片 和Honey就是 难为山谷 定高低 那就 抽了 抽了林奕康水 那我觉得应该播回他一首歌 高山低谷很有趣的哦 很多个不同牌子 拿来试呢 或者可能他那只碟 林奕康那只碟 有那个叫做 2496那个format呢 很多人都喜欢用他的碟来试 那听完这只高山低谷 我自己觉得 他那个 比240再暖了一点 因为其实AKV 一向给我的感觉 都是走 比较分析力高一点 还有薄声一点 就是用我听的可以打这个机 那我当然觉得他薄声 还有是行分析 那我会 用这个380听呢 就觉得他比240再暖了一点 你可能有人会觉得 咦 这样分析低了 可能是啊 我不知道啊 我只是感觉他暖了 还有是 没有那种那么薄 那种分析力那么高 那种那么硬的感觉 那这个声音我都是喜欢的 那当然 那个价钱值不值 就见仁见智啦 那么他除了 说这样大了之外 无端端就这样弄大了一部机 那么就收到一批东西 那怎么这么离谱的 不是 他呢 听说呢 他有几样东西是 升级了的 除了他里面 智能升级了之外 那么都是 Hard disk也是256 就是memory也是256 那么他还有配套的 就是他有个 Dock 就是他用来插上去的那个东西 那么那一批东西呢 可以怎么样的呢 我那天记者会看到呢 还可以连住一个 一个CD-ROM仔 那么大了 CD-ROM仔 直接可以 可以拆到碟进去这部机里面 那么我觉得这个 真的非常 user friendly 但是那里有多少钱呢 我就 因为没出了 那边的价钱也不知道 用就很方便了 但是估计就未必会便宜了 那么另外呢 也都会出一个 专系 是给他的 Headphone M的 就是AK出发一个 专系 是给他的 Headphone M 那么我都 在记者会那里见过是 塌塌陷 好像一块iPhone 别人用那些iPhone外置电 那么一插进去 接着这里 厚了一点点 那么如果有过 这样的Headphone M 又这么帥子 配合一套 那么你买了380 不明有局买 没理由不买 对不对 所以现在这个呢 我看一下 多看他五分钟 会不会产生感情 都是那句啦 记得 不要这么冲动 一冲上去就说 要就要买 就把Credit Card拿出来 不要 是可以试的 有得试的东西 为什么不试听了呢 带你自己的东西去试 试到喜欢了 才慢慢想办法买 好不好 不要这么冲动 不是我说什么好就是好的 一定要自己试 知道吗 这一集是没有碟评的 有没有搞错啊 你又说每次都有碟评 为什么这次没有碟评 是没有碟评的原因 是因为上一次的碟评 我做得不太好 是因为有人留言 就说喂 你只说碟 又不讲背景 又不介绍一下歌手 对啊 我喜欢这些留言 有深度 有要求 当然了 我自己天天在听 我以为大家 即我以为我自己很熟 我就不讲这么多背景 对啊 有人可能没听过 所以我就 轻轻介绍回 Melody Garda 我上次介绍就是这只叫做Currency of Man 就是他的最新大碟 另外呢 我亦都要讲一下 Malody Garda 其实他出道的时候 只有22、3岁而已 第一支碟是2008年的这一支 Worry Some Heart 这一支我认为是好听 但未去到我的十大 我觉得 咦 很新啊 他的曲风 我未听过 虽然 大家有人问在哪里买 买 应该在一些大CD店里 他会被分类为Jazz那边 可能就是在Darnet Krell 和Laura Jones那些那边 但是我自己听到 我觉得就不是纯粹是Jazz 甚至不是Jazz 我是觉得他什么鬼都有 他有些Jazz 有些Country 有些Blues 甚至是有些Rock 所以那曲风很新 我是很impressed 我一听到的时候 还有我看回 原来他的声音是比较沉 不是那些很少女高音的声音 所以我最初 我完全不知道他只有22、23岁 我以为最少30多甚至40多 是Country 的岁数 谁知道原来不是 这支就是他的第一支碟 第二支碟 就真的是去到我的十大 这支The Run 不是The One 是My One and Only Three My One and Only Three 因为这支碟里面是这支UK版 他送了一支Live in Paris 他在一个Concert里面唱了五支歌 哇 那支Live真是很听到 很听到是去到我Top3的 那支碟 如果有得选择 我很少会买欧版的 因为如果有得选择 我会买尾版的 但这支因为是欧版才可以送这几支歌 所以我买了欧版 而是不后悔那五支碟 五支歌是非常好听 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然后他就出了一支 这支叫什么名字 我真的忘记了 The Absence 为什么我忘记了名字呢 因为这支我不是那么喜欢 我不知道他因为想试一些新东西 这支我听上去不是很感动 也不是很翻听 但是因为是粉丝所以买了 可能我不懂得欣赏 然后另外 是你不懂得欣赏 不是可能是你不懂得欣赏 OK 是我层次低 但是最近这支 回来了 Currency of Man 我是不会翻听的 我是觉得 是我喜欢的Melody Garda 他也尝试了一些新东西 所以大家 如果这支就不需要 像刚才那些旧碟那样去找 这支是新碟 应该可以试听的 都是那句 如果有得试 又不一定要买 但是试了是喜欢的 不妨支持歌手 歌手也不容易做 就算在美国 香港已经难了 美国也不容易做 他是真是有心的音乐 就算不听他把人声 他后面的所有的乐器 编曲 铺牌等等 都很有心机 我自己觉得 我略尽勉力去说回 我认识Melody Garda的资讯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 我欢迎你们自己再去发掘一下